视频真的一定要做 昨天我在群里潜水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朋友在分享他从图文转型到视频的经验 看完以后我真的做不住了 他是四个月从零到一做起来的 引流了四万个粉丝变现了四十六万 他说他之前也是在做图文 而且他看不上视频的流量 因为他觉得靠视频快速吸引来的流量都是垃圾流量 但是视频流量到底能不能行 现实还是很清楚的 他的很多朋友在转型到视频赛道以后 用了三四个月就做成了 然后他就感觉到那种弱者被抛弃的感觉 我看到这儿我真的挺感同身受的 因为我也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图文创作者 而且我也一直认为图文带来的流量 就是要比视频更精准更有年轻 但我其实很清楚自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因为对我来说从幕后转到图文真的太不容易了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我在这块至少卡了有半年吧 但是再不容易也一定要做 因为路越走越宽的前提是我们自己懂得打开支扇门 如果你在自媒体这一行待了很久的话 或者你对自媒体这一行业有稍微深一点的了解 你肯定听说过影响力一定要独立于平台存在 打个比方如果你在抖音上做得很好 但是你只在这个平台发展了 所以平台想限制你的话很容易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他如果想封你的号的话 你真的会在这个互联网上销声匿迹 但如果你在各个平台都有影响力 这个时候你的影响力是独立于平台存在的 就意味着你抗风险能力会很强 但是如果你只会做图文的话 就意味着你的路是很窄的 而如果你会做视频 就意味着你全渠道都打通了 因为现在没有哪个自媒体渠道 它是不发展视频的 这样的话你的路就会很广 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只会做图文有多吃亏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抖音了解一下 你观察一下有多少短视频的博主 是抄你们的文案的 其实我也实打实的见过很多人抄我的文案 抄我的内容 但是我还是迈不开做视频的那一步 直到昨天看到他分享的这一段话 看到他的这段经历和他的成果 我真的有点感动 有点想哭 就感觉他很真诚 而且他说的这段话 让我感觉我看到了我之前做知乎的时候 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的第一个知乎晚餐也是这样做成的 他说的这些我也很相信 在这个领域待了这么久 我知道所有的自媒体平台运营的底层逻辑 都差不多都是相通的 核心就是标签 这个标签是要打引号的 一个是平台给你的作品贴上标签 还有一个是用户给你贴上标签 而且做自媒体它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使命 刚开始7号的时候 不能去要求自己的作品 很快就爆了 刚开始我们前几十个作品的目标 就是让系统和用户给我们打上标签 所以我也不是很着急 让我的作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爆了 说到这么多 我终于迈开这一步了 谢谢大家天舞老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从现在开始 我会时刻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 还有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经验